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为大家主持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 您慢慢看就知道了 中国昨天正在有争议的南海海域进行战斗巡逻 中国在该海域最近与菲律宾发生了对峙事件 而此时菲律宾正在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 组织联合军事演起 据法新社报道 近几个月来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 已达到多年来未尽的水平 两国日益强硬主张领土主权 自2023年底以来 有珍妮的珊瑚礁附近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更加导致北京和马尼拉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据中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 这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正在南海组织海空联合作战巡逻 该公告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实战演习的规模或地点 南海是一个广阔的海域 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大部分贸易都经过这里 据中国军方还称 一切扰乱南海局势 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都会受到控制 法新社说 这显然是指其他国家在同一海域进行了军事演习 周六 菲律宾、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宣布 将于周日今天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联合组织海空演习 这下体现盟国加强区域和国家强区域和国际合作 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集体承诺 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定于4月11日在白宫举行三边峰会 这次海军演习和峰会是在近几个月 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菲律宾附近 环郊附近发生数次小规模冲突之后举行的 上周三名菲律宾士兵在与中国海岸警卫队的 一场小规模冲突中受伤 中国海岸警卫队在有争议的珊瑚礁之一 渗托马斯环郊附近使用强大的水套 封锁并损坏了菲律宾的船只 中国声称是第一个发现并命名南海岛屿的国家 中国对美国和菲律宾加强军事关系感到担忧 北京认为这是挫败中国在该地区领土主张的一种方式 其他沿海国家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来 在南中国海存在相互竞争的主权主张 并且各自控制着多个岛屿 总部位于荷兰的长社仲裁法院受理菲律宾诉讼 于2016年驳回了中国的主张 认为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北京谴责这一裁决 法新社说 近年来中国在南海修建人工岛 并将它们军事化以加强中国领土地位 美国高级官员 一再重申美国在南海发射武装袭击时 保卫菲律宾的铁定承诺 与此同时 菲律宾和日本开始就一项防务协定进行谈判 该协定将允许两国在彼此的领土上部署军队 马尼拉已经与澳大利亚和美国达成了类似协议 另一方面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称 间隔附近的二艘中国海警船驶出领海 这是中国公务船连续两天进入间隔周边领海 为今年第九天 据十一管区透露 5日中午12点20分前后起 二艘海警船相继驶入该日本称领海 日本海宝的巡逻船要求中国海警船实力 在接连区还发现另外二艘中国船 其中一艘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 包括接连区在内 已连续107天在间隔周边发现中国公务船 早些时候 日本外务大臣上传杨子3月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针对中国在冲神县间隔列岛 中国名称钓鱼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设置的浮标 日方正在研究进行拆除搬迁 并由我国设置浮标等应对措施 他表示 考虑到有关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日本的国内法 以前被船舶交通和渔业活动的潜在影响 我们希望采取可行解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针对1月29日 日本海上保安厅确认在东海日本认为 是专属经济区内发现的标有中国海上监测 等次样的漂流浮标 上川指出 我们已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方对有关事实做出解释 1月29日 日本在铁鱼岛以北约170公里处的东海 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 以DC内发现一个浮标漂流 浮标上写着 中国海洋监测QF23的标志 为此日本外务省2月1日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日本内阁官方副长官 申乌宏在2月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海上保安厅于1月29日在东海日本专属经济区 1月1日内发现了一个巨性是中国设置的浮标在漂流 森乌宏表示 我们已向中方通报此事 并要求中方做出适当解释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1月29日发现的浮标 直径约5米已经颠倒并且上市了功能 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等的介绍 在钓鱼群岛与钓岛西北约80公里处 还有中国设置的浮标 位处日中中间线的日方一侧 浮标为黄色配有灯具 这个浮标和2018年在同一地点 确认的中国浮标同属济博浮标 标记为中国海洋观测浮标QMF12起 只近达到10米相当巨大 日本政府在去年11月的日中首脑会谈和外场会议上 多次要求撤出该浮标 但中方没有回应 上方没有回应 上方外相强调 我们认为中方置不顾的状态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日本方面的信息显示 该浮标是由中国大型浮标作业船 降阳红22号于去年7月1日至2日期间设置的 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等的介绍 在钓鱼群岛与钓岛西北约80公里处 还有中国设置的浮标 为处日中中间线的日方一侧 浮标为黄色配有灯具 这个浮标和2018年在同一地点 确认的中国浮标同属济博浮标 标记为中国海洋观测浮标QMF12起 直径达到10米相当巨大 日本政府在去年11月的日中首脑会谈 和外展会议上多次要求撤出该浮标 但中方没有回应 上川外相强调 我们认为中方将浮标方次不顾的状态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日本方面的信息显示 该浮标是由中国大型浮标作业船 向杨红22号于去年7月1日至2日期间设置的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留言在节目下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导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角色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brifan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最新的新闻概述 首先 我们要讲的是中国在南海海域进行的战斗巡逻 最近中国和菲律宾在该海域发生了对峙事件 而此时菲律宾正在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 组织联合军事演习 这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已达到多年来未见的水平 两国都强硬主张领土主权 根据中国军方的声明 他们正在南海组织海空联合作战巡逻 但没有具体说明规模和地点 菲律宾、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则宣布 将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举行海空演习 以体现盟国加强印太地区合作的承诺 另外我们还要讲的是中国在金隔周边海域的行动 最近中国海警船连续两天进入 间隔周边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九天了 日本方面对此表示关切 并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 这是中国在间隔周边设置浮标的最新动态 日本方面已多次要求撤除这些浮标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谢谢 谢谢 好